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高光谱影像技术可以结合市售的相机镜头 所以我们制作出这个高光谱相机 这个高光谱相机它可以及时的得到这个影像 从影像中可以得到光谱资讯 利用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做一些前瞻的一个光学检测 另外我们透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显示器 所以我们开发出智慧内视镜的显示器 透过这个显示器我们可以将内视镜的影像进行高光谱影像的转换 结合能工智慧的技术可以进行及时的框选 所以我们这样的技术这样产品我们在去年得到第17届的国家新创奖 所以我们这样的技术可以应用在智慧制造智慧农业 甚至可以做食品的检测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技术在未来我们可以加值台湾 在自动化光学检测上面的一个竞争力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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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